哈喽 欢迎回到学乡日报 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 投资不是短跑而是马拉松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我们要帮你点个赞 订阅 分享 开启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我不知道在台湾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这样的感受 因为我在美国每天早上 都是会看CNBC 就是美国最大的财经节目 这个节目当中常常就会有一些专家 就是所谓的专家 上去做一些访谈等等 有访问一些在投资界里面不同的人 有些是从投行出来的 有些是很有名的投资者等等 但我就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大部分上节目的这些人 他们的目光都是相对短浅的 而且很重要一点 是大部分这些来宾 都是所谓的flip flopper 那什么是flip flopper呢 flip flopper就有点像是 随时会改变意见的人 跟大家举个例子好了 就假如说来宾A 上CNBC的节目的时候 一开始他是说 他非常看好亚马逊股票 等等 那讲了很多 那过了假如说一两个月之后呢 假如说亚马逊的股票 就是在一个非常糟糕的下行趋势当中之后呢 他下一次上节目的时候 就短短的一两个月后 他可能就会说 哦我现在看衰亚马逊股票了 类似这样的情况呢 在CNBC的这个节目当中 基本上是常常天天都可以看见哦 就是每个来宾啊 一下子看好这个投资项目啊 一下子看好这个比特币啊 一下子看好某某股票啊 但一旦他看好这个投资项目表现不好的时候呢 他就马上会flip到另外一边哦 就开始看衰这个东西 那我接下来带大家看一下这个人 这位人兄应该大家都知道 他就是这个著名传奇的长期投资者巴菲特 虽然说巴菲特对于比特币呢 他看不到他的价值 但这个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哦 因为他毕竟是一个九十几岁的老伯伯了 所以你不可能期待他了解这个世界上发生的 所有这些最新颖的事情哦 但从他身上我们还是有很多东西可以学习了 就是巴菲特跟我刚刚上述的这些人 他的区别是什么呢 就是巴菲特呢 基本上从来都不是一个flip flopper 他今天看好什么项目呢 除非这个项目的基本面出现问题 在他看好项目这个资产在跌的时候呢 他反而就是疯狂抄底买入的人哦 不只巴菲特其他一些传奇投资者啊 像是这个Brad Miller 就是靠亚马逊股票一炮而红的这个传奇投资者呢 他也是经历了这个亚马逊多次70到90%的跌幅 但是一直持有这个股票的一个传奇投资者 那另外像是这个Peter Lynch啊 也都是很著名的长期投资者 这些人呢 跟我们平常节目看到的这些来宾 还有分析师的最大差别呢 他们最大的区别呢 就是这些人呢 都拥有非常非常强大的conviction 就是他今天投资在一个项目上面 他的这个信念呢 是这个基本上是不可动摇的 所以今天不禁就要让我们大家想 就是为什么CNBC这个节目 全美国最大的财经节目 会有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对于这些天天关注这个节目 但却不在其他地方看任何资讯的 这些观众朋友 这些散户来说呢 又会有着多大的影响 因为今天这些散户看了这些节目上面的分析师 还有这个专家讲的话呢 他们就会遭到动摇哦 因此做这个错误的决定哦 所以有时候我都觉得看CNBC上面的这些分析师 还有所谓的专家哦 到底对我们有什么帮助哦 这也是为什么我多次跟大家说 就是你绝对不可能靠新闻炒股 或者是投资 就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哦 那我不知道今天大家怎么想的 那在全世界的其他地方 亚洲地方 新加坡啊台湾啊 财经频道也会有类似的状态吗 欢迎你在留言下面跟我分享哦 所以总结一下 从这件事我们学到的东西呢 就是我们要跟这些真正从投资市场当中 白收起家致富的人 他们学习 而不是看新闻上面这些所谓的专家跟分析师 然后还有这些flipflopper 然后被他们牵着鼻子走 因为有非常大概率 在上面看到的所有内容呢 都是被这个电视台上面的高管 或者是老板 或者这些大资金所控制的哦 说不定他们就是希望你看到这些节目 带给你的信息 然后割你的韭菜 也是很难说的哦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OK那我们开始看新闻吧 今天第一个新闻 当然就是要跟大家聊一下 这个昨天这个FOMC会议 决定加息75个基点之后呢 这个市场是一度有一波暴涨 但是后来呢就莫名其妙又跌了哦 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哦 那主要呢 是因为这个鲍娥一开始说的呢 他的态度是说 今天确定加了75基点 那75基点呢 基本上已经被pricing了嘛 就是市场已经消化掉了 所以说等于是一个削子落地 就是一个好消息 所以市场就开始涨了 而且这个包围的同事又有说呢 在这个12月呢 只会加这个50个基点 所以让大家看到了这个pivot的曙光 就是这个美联储转向的曙光了 但是在他一开始这个报告结束之后呢 就有很多这个记者开始问了他一些问题啊 然后他的回答呢 就是非常非常的鹰派啊 那主要几个重点呢 就是说呢 今天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通货膨胀压到2% 当然这件事我个人觉得是不可能发生的啊 绝对是会在这个压到2%之前 美联储就会pivot 这个是我自己的猜测 但是我个人是蛮确定这件事情的 那另外一个重点呢 就是这个鲍娥一讲到说 这个通货膨胀的现象呢 完全没有看到任何拐头向下的这个迹象啊 所以他有说这个最终的这个terminal rate 就是最终会加到这个利率的等级呢 是比这个之前预估的还要再高一点 所以这个基本上就是rock pole市场啊 让大家就是panic一波 就是惊慌的一波 所以才会导致最终这个sell off 但是整体呢 这个FOMC会议发表的东西呢 我认为没有什么东西是太让人感到惊讶的啦 但机构往往就是这样子 今天他看到任何一点点端倪的时候 都是先跑路先散人再说 但这件事情呢 又跟我们今天聊的这个主题相关了 就是今天呢 在投资市场里面呢 我们是要当一个长期投资者 而不是在这边为了短线而panic 就是今天呢 投资以及财富自由这件事情呢 绝对是一个马拉松 不会是这个短跑 所以大家不要太注重于最近几个月 甚至最近半年或一两年内发生的事情 我们要把目光放远 这样子才可以达到我们最终财富自由的目的 下个新闻是关于Cardano还有BSC的 那BSC就是Binance Smart Chain 那在前天呢 Cardano上面的一个游戏项目呢 是建造了第一条通往这个BSC的这个bridge 就是在Cardano跟BSC之间的一个跨链桥 那这个跨链桥呢 是这个第一条在Cardano跟BSC这条链中间建成的跨链桥 这个项目是非常非常小 那这个东西不是重点 重点是这个Cardano跟BSC呢 建造了第一个跨链桥 那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 Cardano也有跟这个Ethereum 就是以太坊的建造一个跨链桥 然后也有跟这个Cosmo建造了一个跨链桥 建造跨链桥呢 对于区块链技术未来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为今天如果你有使用过这个以太的DeFi 或者Solana的DeFi 或者任何项目的DeFi 你就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你使用以太的DeFi的时候呢 你是没有办法在上面交易这个Cardano A的币 或者是交易Solana的币 你只能透过以太币 跟这些以太ERC20 token上面的项目 在这个DeFi的项目当中做一些交易 你也不可能用以太ERC20 token的一个项目 去跟这个币安的链进行交易 或者是跟Cardano的链 或者Solana的链进行交易 但是如果有跨链桥的话 就可以完成这件事情 所以跨链桥在我们的未来当中呢 一定是必须以及必要存在的 那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呢 会跟大家再多聊聊 关于跨链桥的事情 下者新闻是关于加密货币市场的裁员 那在今天呢 就有多个消息指出呢 这个Dapper Lab啊 Bitmax啊 Coinbase啊 Galaxy Digital啊 这些加密货币的公司呢 都是在经历非常非常大的裁员流 这件事情呢 完全不会意外 因为目前这个经济呢 我跟大家聊过很多次了 其实处于一个非常非常危险的边缘 加密货币公司呢 又是这些最高风险 然后这个流动性最大的一个产业 所以在这个大环境的影响下呢 加密货币公司呢 会进行这么多的裁员 也是非常非常正常的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 这个Dapper Lab呢 是裁了22%的员工 然后Crypto Exchange 就是加密货币交易所Bitmax呢 则是砍掉了两成的员工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边往下看 这个一系列的这个裁员 基本上每个公司都减低了 大概10%到30%的这个劳动力 那其中这个Crypto.com呢 则是裁掉了2000个人 Robinhood裁掉了780个人 所以这个裁员流呢 是非常非常可观的 但是我个人认为呢 这波裁员以及这波金融海啸 也是必要的啦 就是以长久 为了未来的经济呢 这波金融海啸 可能是这个无法避免的 下者新闻是关于Fidelity的 那Fidelity跟大家聊过 非常非常多次了 那当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 这个加密货币友好的 一个投行公司 今天他们就开启了一个 Waylist for Retail Crypto Product 就是今天他们对于这个 散户可以交易的加密货币产品 开启了一个这个Waylist 就是等待名单啦 就是你如果在这个名单上的话呢 你就会成为第一个 可以购买他们加密货币 相关资产的这些人哦 那他们主要注重的呢 就是这个比特币跟 以太币的交易哦 那至于其他币种呢 这是没有任何的消息哦 关于Fidelity这个公司呢 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有 营运一个这个比特币的ETF 在加拿大 然后还有很多其他支的ETF 他们对于加密货币的布局呢 这是非常非常的积极哦 那这也是我们非常乐意 见到的一件事情 下者新闻是关于Matic 那Matic在最近呢 这个涨幅还是非常非常不错 跟其他币种来比的话呢 它涨得还是非常非常好的哦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Polygon呢 他们有不停地在跟一些 这个非常著名的公司进行合作 那之前他们就有跟Disney合作 这件事情在新闻当中 有跟大家聊过了 那今天又发生什么事情呢 就是这个Instagram呢 就是大家使用这个IG啊 他们决定要把这个NFT 带到这个IG上面 就是你可以在上面进行一些Minting啊 还可以进行这个交易啊 以及可以在上面买卖NFT哦 那他们透过的呢 就是这个Polygon的Network 所以Polygon在过去的24小时当中呢 是涨了大概15个Percent啊 然后在下面的更多消息 我们可以看到了 这个Meta表示说呢 在2024年之前呢 这个任何的NFT交易啊 他们都是不会收任何交易费的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 因为应该很多人都有使用Instagram吧 虽然说最近这个Meta的股票 是非常非常的疲软啊 基本上这个Meta的股票啊 是跌得好像看不见底一样啊 然后已经跌回这个2015年2016年的价钱了 所以非常非常夸张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资本市场呢 是非常非常无情的哦 当他们看不到你的公司价值的时候呢 就是疯狂的抛售你的股票啊 不知道大家是怎么看这个IG 要这个提供NFTMinting啊 交易啊跟买卖这些事情哦 欢迎在留言跟我分享哦 下一个新闻也是关于Polygon Matic的哦 今天这个FIS的子公司叫做World Pay呢 今天World Pay呢 也决定使用Polygon来这个 settle他们USDC的这些交易哦 我们在下面也可以看到呢 他们不只是选择了Polygon 都作为他们USDC的settlement 而且他们还决定自己营运一个 这个Polygon的节点啊 所以在这么多好消息的刺激下呢 这个Matic最近的走势真的是非常非常强健 那Matic我有跟大家之前聊过哦 我认为它也是一个 一定会存在未来当中的一条链啊 那我个人也是非常看好 也是有投资在上面的 不知道我的观众朋友 有没有任何这个Matic的持有者 如果有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 那跟我分享 你喜欢跟投资在Matic上面的原因是什么 下一则新闻是关于CBDC的 那对于CBDC呢 币安的这个CEO CZ就表示说呢 他并不认为CBDC会对于加密货币市场造成威胁哦 那对于CBDC呢 这个我个人觉得呢 应该是要看这个CBDC是哪一个国家发行的吧 如果今天是中国发行的CBDC呢 对于加密货币的市场可能就会有威胁了 那如果今天是在这个自由市场 如果是欧洲啊 或者是北美 或者是美国发行的CBDC呢 对于加密货币的市场可能就威胁不是这么大 但我个人认为这个威胁还是存在的哦 虽然说CZ表示说呢 他认为今天呢 加密货币的市场是有空间 去接受一些CBDC的 我个人是觉得呢 这个CBDC跟现在我们在使用的金钱体系呢 其实已经差不多了 因为现在现金生活当中 应该是非常非常少人在使用现金了 那我知道在台湾 因为我今年前几个月回台湾的时候呢 在台湾还是很多地方都在收现金哦 但是在美国呢 基本上已经完全没有人在使用现金哦 那我相信在中国应该也是完全没有人在使用现金了 所以说现在这个体系跟CBDC就已经有点像了 我个人认为呢 这个政府透过CBDC呢 只是可以更加容易的去控制一些这个关于税收的问题啊 还有这个洗钱的问题 但目前现金的体系呢 我个人本身认为啊 跟这个CBDC已经是一曲同工之妙了 至于CBDC最终要怎么发行下去 我认为也是要等到这个美国啊 英国啊 法国啊 德国这些大国家开始推行的时候呢 到时候我们才会确切知道这个CBDC 到底是用怎么样的方式去运行的哦 今天最后一整个新闻是关于JP Morgan 他们进行了第一笔 这个在DeFi世界当中的交易哦 那这个交易呢 主要是透过这个以太的策链Polygon呢 然后使用了一个改版过后的这个Ave Protocol 那Ave就是这个以太坊上非常有名的一个DeFi项目啊 关于JP Morgan我们都知道 他们想要推行自己的这个区块链技术嘛 今天呢 他们只是正式呢 透过官方的资金呢 进行了第一笔DeFi的交易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要怎么解读呢 我认为他们有可能只是在进行测试的东西哦 但是对于这个JP Morgan呢 JP Morgan的CEO Jamie Damon 就多次说这个加密货币不好啊 是怎么样 就是表面上唱衰他 但是实际上呢 这个JP Morgan也是不停的在暗中布局加密货币哦 从这个他们想要创建自己的区块链 就很明显可以看到这个方面的野心 所以我认为最终呢 CFi跟DeFi一定会找到一个这个平衡哦 就是在去中心化跟中心化之间呢 一定会找到一个平衡 至于有些人呢 认为这个未来世界就是DeFi啊 我们不需要银行啊等等 这些想法我认为是这个非常不切实际的哦 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Google到这边啦 如果您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点赞 订阅 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礼拜见啦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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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